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依旧想做个祸头军 斗到石春的头顶 却原来想的天真想的天真 你疯了火衰你抹了黄纹 谁叫你把一根一根烧火棍 耍了个八面威风 洗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庆辰 洗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庆辰 你情而火热你心而精明 都说你八个女孩家 活得个万字前后 洗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庆辰 洗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庆辰 洗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庆辰 你情而火热你心而精明 都说你八个女孩家 活了个万字前后 少春 少春 你要坚持下去 我不会离开你的 你不要放弃 我 我不行 不行了 你不要这么说嘛 少春 少春 我 我不行 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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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牛哥 阿牛哥 阿牛哥你快来看呀 好 这有个很奇怪的东西 快 来 你看 是不是这个呀 真的跟传说当中的一模一样 真的 那我们赶紧拿回去 给盘少春吃病 走 嗯 大哥 你说这药能管用吗 你开玩笑 这可是世上最有疗伤像我的灵狐尿 别人想要啊 还求之不得呢 哎 这可是尿啊 这能喝吗 要是人喝了 会臭死的 嗯 要不这样 你先喝睡吧 哎哎哎哎大哥大哥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 这个你让我喝 啊 那你不喝 我怎么知道这药灵不灵啊 我又没受伤 你给我喝有什么用啊 哎 那不正好啊 让你试着喝 看这药会不会死人呢 大哥 你别开玩笑了 万一我真的死了 看你怎么办 对呀 那该怎么办才好啊 找条小狗来试试 没时间 不行 大哥 这东西你是从哪儿 听来的偏方啊 弄得昨天晚上 非得让我陪你去抓狐狸 说你没学问 你就是没学问 当然是从书上看到的 什么 书上看来的 大哥 那我说你还是不是的好 我看通常书上看来的 都不灵 你少在那儿说的 跟真的一样 你是读过书 可是被书骗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大哥 如果你这灵狐尿 有人喝过 而且功效不错 那咱们给潘大哥拿去 还有用 现在你这尿 不但没人喝过 也没人听说过 你就这样冒冒失失的 给他拿去 万一他喝了 万一他再一不小心死了 那咱们可怎么办啊 你没听说过吗 死马当活马医啊 哎呀 那是医马 现在 咱们不是说医人吗 你怎么连这句话 都听不懂啊 看来以后啊 非得逼你读书不可 哎呀 咱们现在不是在谈旧人吗 你怎么又扯起念书白了呢 你知道吗 凡是书上记录的 人 事 还有物 都是先人们曾经做过的 或者是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 他们把它记录在书上 供后人参考 你懂不懂啊 我不懂 我现在只知道 潘大哥要喝下那灵狐尿 没事便罢 要是有事 谁负责啊 哎 你这不是在推卸责任吗 大哥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忘了 那天我们俩结拜的时候 说了些什么话 我 嗯 有福同享 有男同当 对了 你没忘记就好 可是大哥 我觉得这么做真的不太好 哎呀 到现在 我不得不对你摆明身份了 什么身份啊 哎 你叫我什么 当然是叫你大哥了 哎呀 这就对了 那你还在旁边费什么话呀 可是大哥 我觉得这么做 真的有点不太好 哎 事都没事过 你就放弃 你胆子也太小了 我这回确实有点害怕了 你放心吧 一切包在我身上 这东西 要是真搞出人命来 大哥我就写本书 告诉我的子孙后代 这东西搞出人命来 千万不要相信我看的那本书 这样总可以了吧 哎 大哥 这话可是你说的 你给我发誓 大哥我可是一言九鼎的人 我还需要发誓吗 嗯 那好吧 那我就暂时相信你 走啊你 现在你怎么这么会想啊 刚才让你想办法 你怎么想不出来啊 潘风姐姐 我不回来了 潘风姐姐 这屋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我怎么知道 你看 她的脸色果然不好 看了她真可怜 废话少说 赶紧给她灌上 真给她灌啊 那当然了 一定要灌的 好 那你把她嘴打开 我来喂她 终于大功搞成了 来 拥抱一下 我才不给你抱呢 你臭死了都 嗯 不会呀 你想的也太多了吧 你说潘风姐姐她们 能上哪儿啊 我怎么知道 她也许去茅房了吧 那怎么可能 你想想 去茅房有去 这么长时间的吗 嗯 那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可我确实有点担心 你说她会不会自杀啊 不会的 潘风姐姐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不会啊 要这事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不会自杀啊 嗯 我才不会呢 我一个堂堂无耻男儿 我怎么会自杀呢 可潘风姐姐不一样啊 你没瞅 她是女的 说得也是啊 那咱们怎么办啊 那 咱们去找找她好不好 哎呀 你们两个想撞死我啊 着什么急啊 让开 让开 我们要去 救潘风姐姐 你们挡什么路啊 袁帅怎么了 他 他自杀了 别我们说了是不见了 走吧走吧我们赶快去找人 这两个小鬼在干什么 别理他们 我们进去再说吧 来 把药倒进去 哥 你帮我一下 好 希望这药能管用 只能听天由命了 你们说 你们说 这杨元帅 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今天早上送饭的时候 我还看见他了 我看咱们 不用替他担心 杨元帅这人 不会出什么大事 废话 这还用你说啊 可是 照常理说 他应该 不会离开很远的 对不对 哥 你说什么呢 糟了糟了 他不会想着去自杀吧 小少 你这句话说得 有一点道理啊 我说什么了 你们想啊 杨元帅 他多么爱潘少春 咱们都知道吧 你想 他一看到潘少春 一病不起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心情 说不定 他真的为潘少春去殉情啊 你少贫嘴吧 杨元 我是认真说的 如果你像他一样 一病不起的话 我绝对不会读过 别瞎说了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说了 我们还是分头去找吧 可是 他真要去自杀的话 我们上哪儿去找啊 不管了 先找再说 小少 怎么了 这么匆忙啊 排风不见了 是 排风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们也不知道 刚才我哥回来的事 我们一起去看排少春 排风就已经不见了 不会吧 那怎么办啊 我看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分头去找吧 短时间之内 上哪里去找啊 我看 我和葛兰 我们两个先去河边找 去河边 去河边 去河边干什么 听小少说 杨元帅可能去河边自杀 不会吧 唐腾大宋元帅会去自杀 信不信有你 但是我得先走了 好 我先回去跟我奶奶说一声 好 小少姑娘 我们也走吧 好的 你们全都走了 那我 不管了 我先去接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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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杨月帅 你别太难过 你也别想太多了 我想潘少春 应该不会有事的 我什么也没有想 我只是祈求老天爷 保佑少春的病情 不要再恶化 杨岳帅 这是我跟二牛哥 专门去麒麟山洼的 汗白玉石龙眼花 听说凉巧很好的 我熬了药 想给潘少春试试 好好 那我们进去试试 慢慢来 别着急 我听二牛哥说 这药很灵的 希望如此 少春 怎么回事 少春 快去找大夫 快去啊 少春 少春 你醒醒啊 少春 小宝 怎么样啊你们 我们两个顺着河流 一直往下找 可是找来找去 什么也没发现呢 我们也没找到 这个怎么办啊 这下完蛋了 我奶奶说啊 像元帅这样 有情有义的姑娘 那我不好啊 就给潘少春陪葬了 二牛 你别乱说 潘风 不是那样的人 是啊 杨白芳一直都很坚强 就是因为坚强 才让人担心呢 那怎么办呢 大夫 快点吧 来不及了 你没看见我已经在跑了 桃子 你找大夫干什么 潘少春一直在吐血 我跟元帅都不能帮他止血 元帅回来了 是的 现在没空解释 快进去治病吧 哎 潘风姐姐 潘风姐姐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你没看见大夫在看病啊 你安静点 师父 这潘少春又怎么了 他一直在吐黑血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了 杨文广 我叫你别给他喝什么尿 你偏偏不听 完了 闹出事来了吧 我 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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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病人喝尿 这是从书上看来的 他说 那灵狐尿对治疗内伤 是很有功效的 哎呀 你们这两个小孩子 想出这种招来 是不是太损了 还好 不是咱们喝碗和跟草 好 幸好跟咱们的龙眼花没关系 原来是你们四个给他吃错了药 这也太过分了吧 不是我们呀 我们没有给他 你们曾经想害死他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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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去 偷偷给我出去 走 走走走走 小君 少春 这辈子 我最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遇见了你 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 但是 我总是希望 你该陪我老去 可惜 可惜老天爷不联系我 在我即将拥有你的时候 居然我在此失去你 少春 你会害怕吗 你一个人在那里 是不是觉得很孤独 你知道吗 我多么希望 躺在这里的 是我 是我呀 那样子 我就不用一个人忍受 这样的痛苦 你知道吗 这些日子 我的泪水早就已经流干了 我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 你等我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 当残阳落下山的背后 音乐悄悄地爬上肩头 风风花花一眼尘三寂 遥阔藏鱼 只让你我拥有 不过笑过 寒过海过 今天晚上的星星多亮多美啊 你一定很久没见到星星了对不对 我们一起把今晚的星星记起来 等来世在相遇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星空下 告诉我你爱我 来世 我一定要跟你相爱在一起 那是你我屋檐的灯号 往事已随 流云散去 情真才是爱的理由 不过笑过 寒过海过 心有自由自在的飞 不过笑过 寒过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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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有自由自在的飞 寒过 寒过海过 ß 我带着泪带着火 带着人 叫好海过 我 我 排风 排风 你过来 到我身边了 绕春 真的是你 你真的醒过来了 你一直在我的耳边讲话 我能不醒过来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放心吧 所有的噩梦 都已经过去了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怕失去你 你看看我 现在 我不是已经在你身边了吧 我真的好开心 排风 在我昏迷的时候 我不断地听到你在我身边讲话 我一直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醒过来 一定要再见你一面 刚才还好醒来了 要不然再晚一点你就 排风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那么傻呢 大夫告诉我 可以替你准备后事 你说我能怎么办 就算是那个样子 你也不能自杀呀 你是为我受伤的 倘若 你都已经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小傻瓜 为了你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活下去的 你为了我 也要好好活下去 看 起来 你和我 咱戏 这需要 你 请回来 行 啊 好 还好 我们 对了 我们杨家将只知道打来打去 打出一片忠心 打出名阳天下 可是有谁能够想到 把我们杨家将的战法记录下来 流传下去 成为千古不朽的文献 成为我们杨家将的传家之宝 你们有谁想到了 有谁做到了 只知道打打杀杀 以死相拼 可是现在 我们仇人的孙子 倒把杨家将的战法写下来了 攀人美的孙子 倒为我们杨家总结了 杨家将兵法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太君 那排风的亲事 没办法 排风自己愿意了 不过 潘少春这孩子倒也仁义 你们看 这领主排位倒也真难为他了 这书写得也不错 武艺也很出众 我真闹不明白 凭什么潘人美有这样的孙子啊 可是他确实是潘人美的孙子 老太君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我知道 不用你提醒 有三条你给我好好听着 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是 我懂了 以后你们俩就住在糊涂山庄 皇上说了那两座山庄是赐给你们的 改名叫大元帅府 不能另起炉灶 叫潘什么府那样真成了潘人美的孙媳妇了 以后要是我进去到潘府去探亲 那不就叫天下人笑掉大牙了 你要弄明白 我是不反对你嫁给潘少春 但并非答应你嫁给潘人美的孙子 这点你弄明白 明白了 明白了 不过老太君 好 你按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二 以后如果你们有了子女 如果是男孩那就姓潘 我不愿意但也没办法 也算是给潘家传宗接代了吧 如果是女孩那就得姓杨 不能姓潘 我们杨美女将不嫌多 这一点你可得弄明白 明白了 太君 是不是和潘少春商量商量再说 没什么可商量的 他不答应就拉倒 不用商量 不用商量 我说了就算 要不咱们都给他生女儿 让他们潘家断了根 你说怎么样老太君 我可没这么说 听着 三 我听着 您说三 三 我已经看出来了 这潘人美的 不 他跟潘人美没什么关系 他就是他 潘少春 潘少春要当这天下兵马大元帅了 没办法就让他当几年吧 可我跟皇上已经说好了 这天下兵马大元帅 要归你这天下无敌大元帅的管 不能 让他当官当到咱们杨家将的头上来了 这好像不太合适 我 我本来 我就这么说了 皇上也就这么答应了 那就没有我什么事了 我还没讲完呢 在大元帅府里面 你要当家做主 指手画脚 拿出点咱们杨家将在战场上的气派来 要盖过他一头 老太君 您放心 我保证做到 你要是不让我这么做 我还做不到呢 四 老太君 您不是说只有三条吗 哪儿来的四啊 哦 哦 那就没四了 哦 中秋节成七 谢老太君 哎哟 快起来快起来 你 老太君同意了吗 那 那你愿意吗 嗯 排风啊 就这两天 我觉得你变了好多 我哪里变了 嗯 你变得好温柔 好体贴 好善解人意 好友 好了 你再说下去啊 我都觉得那个人不是我了 嗯 排风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喜欢你 突然觉得你这人好肉麻 我只是对你一个人才这样的 哦 那照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了 哦 那都不用客气了 少恶心了你 哎 哎 排风 我觉得我的伤好了以后 我的精神也比以前好多了 哦 嗯 笑什么 没事啊 快说 要不然我可不饶你了 哦 好好好好 我说我说 我说我说 这几天呢 我一直在想 是葛兰家的红花喝顶草有效 还是桃子挖的玉石龙眼花有效 不过 不过什么 嗯 不过我还是觉得文武广的灵呼尿最有效 啊 啊 啊 你们给我喝尿啊 哎 不是我们是探吗 嗯 那你还跟我说 哎呀 好了 不给你喝尿 你怎么会好得这么快呀 你说对不对啊 嗯 嗯 嗯 不过这也有道理 不过 不过什么呀 你喝尿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喝尿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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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我说过我要亲手给你编制一个更漂亮的花环 真漂亮 真漂亮 我是说人漂亮 我不是说那花环 我说的是花环 也说的是人 桃子 我觉得能娶上你这样的姑娘做老婆 是我的福气 遇上你二牛哥才是我的福气呢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啊 快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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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在等谁呢 当然是等你了 除了等你 我还能等谁呀 骗人 我来这儿都这么久了 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还说等我 可是你站在我的后面 我怎么会看到你啊 说吧 找我什么事啊 是这样 我们俩不是已经有婚约了吗 而且皇上已经下了圣旨 要我们和他们一起结婚 所以你现在还住在外面 说实话 我和奶奶都非常的不放心 你可不可以先搬到我们家去住 不行 我还没嫁给你呢 怎么能搬进去住呢 再说了 什么叫名为正取啊 没有八胎大轿 我怎么会进你们家的门呢 其实呢 我倒是无所备 我还怕你 祝叔的鸭子会飞了吗 主要是我奶奶她着急 她也不是着急 奶奶是怕你住在外面 真的怕你受委屈 你别拿你奶奶说话 什么诸叔的鸭子飞不掉啊 我就飞给你看看 我现在就回南方给你看 我信 我信 你就别试了好吗 小姐 彭文秀 你说什么 你不服气啊 怎么会不服气呢 不 服气就行 反正成亲以后啊 你要时时刻刻都服气 以后的事情嘛 咱们以后再说嘛 不行 现在就说 好好好 我们现在就说好 成亲以后呢 我天天服你的气 那还差不多 你以后啊 快得乖点啊 我知道 什么都得听我的 好 好 好 夫人 少春 少春 你来得正好 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办 少春你告诉我 夫人 你别着急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想办法解决吗 少春 没关系 我一切都听你的 你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夫人 你千万别这么想 我今天来这里 是来看你的 你不要再误会了 少春 没关系 我知道你的感受 我们可以从头再来 只要你愿意 好吗 夫人 你真的误会我今天来这里的意思了 少春 你是知道的 我是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但是我现在只是求你 在这个时候不要离开我 夫人 你别再说了 我和你之间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也办不了你的忙 告诉我 他是谁 杨派风 杨派风 我当初就应该知道 其实当时你在糊涂山庄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的身份 可是我并没有出卖你 我也没向张天鹏告发你 夫人 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 我当初对你的好 是有目共睹的 杨派风毕竟是我的杀夫仇人 你现在居然和他成亲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良心 夫人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可那不是男女之间的情案 你懂吗 而且杨派风没有错 他只是奉旨追回太子 以保朝廷安全 如果不是庄主 想反叛朝廷的话 今夜的糊涂山庄 根本不会是这个样子 够了 潘少春 你现在知不知道在跟谁说话 夫人 如果不是张天鹏 贪得午宴的话 今天你们应该过的是 风衣足食的日子 可是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孩子 能指望你吗 你还有资格做他的母亲吗 夫人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孩子 你还有希望 不是吗 你应该好好地把他培养成人 而不是在这里远天游人 孩子是无辜的 如果他刚刚来到这个人世的时候 你给他的是黑暗和痛苦 那么你和他的父亲还有什么不同 就连禽兽都不如 俗话说 虎都不识子 你看看那个孩子有什么错 潘先生 你说得对 我是太自私了 我对不起我的儿子 现在我懂了 我真的懂了 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我还会把我的儿子抚养长大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应该觉悟了 你说得没错 我是不敢面对现实 可是 我一个父道人家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夫人 不管你打算怎么样 我都会全力帮你的 不用了 你不用再替我们母子担心了 我答应你 我会好好地活着 我会把我的儿子抚养长大 将来让他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不会再布他父亲的后尘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样 我想 我会皈依佛门 天鹏生前所犯下的错误太多了 我要替他恕罪 我不明白 今天找我到这里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去吧 你输了 你到底 为什么要跟我动手 揚牌风 就是为了他吗 不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了 可大哥 你这又是何苦呢 哦 我只想把过去和未来 彻底分开 你真的那么喜欢排风吗 杨排风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 能碰到她 我不枉此生 听你的口气 你是真的很喜欢排风 那只是过去 现在 我就想一个人 走完此生 难道就要 为了一段得不到的感情 你就要如此地放住自己吗 我不会放弃自己 我可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祝福他们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面对他们 我不懂 我觉得你可以留下来 看着潘少春是不是可以给排风幸福 那又怎么样 起码可以证明你 已经忘记过去 曾经喜欢过排风啊 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啊 没想到三位同一个心愿在同一天实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所以今天呀 我可要请大家一起上我们家 喝个阿姨醉放休 不不不不 到我们家去啊 到我们家去 我已经准备了最好的纯酒 最美的佳肴 到我们家才能进行 你不许是 是啊 二位奶奶 二位奶奶 今天是二位奶奶家的大喜日子 你们两个就不要斗嘴了 谁斗嘴了 今晚哪 到谁家都行 不过刘大人哪 过些日子不就轮到你们家了吗 老太君 此 此话怎讲 老太君这话我也不知道宋哥说起 是 前些日子我还听皇上说 刘大人为了朝廷的事 费了不少心力 把自己的事情都给耽误了 皇上呢还在为此烦恼呢 刘大人 你先听老太君把话说我骂 就是刘大人 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就是 我没有别的意思 况且今天是三位奶奶的大喜日子 我的事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好了好了 咱们都不要说了 咱们都听老太君的 好不好 皇上来了 我们快去接驾吧 好 叩见皇上 免礼 谢主龙恩 三位老夫人今儿打扮得多漂亮啊 气色多好啊 我们大宋朝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老夫人就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谢谢皇上 三位老夫人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老夫人 启禀皇上新人来啦 传旨 迎接新人 遵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对新人 见驾 谢皇上赐婚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 天公保佑是万民的福祉 才有着大宋江山的千年永固 众爱卿 君臣协力上下同心 才有我大宋朝鸟语花香 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愿众爱卿和朕一起叩谢天恩 愿天公赐福于大宋朝 赐福于众爱卿 赐福于杨家将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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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准 hopes 父妻对拜 若妻对 是 已 eure思 floed 魔 我像山的背后 音乐悄悄地爬上肩头 风风火火一眼沉散心 聊过沧云只让你我拥有 不过笑过 恨过爱过 心要自由自在的飞 不过笑过 恨过爱过 女儿心事 又甜又烈到梦酒